上昕银收费站前发生了游览车撞收费站的车祸 造成四名乘客受伤送医 车祸也一度造成车流回堵 想起情况马上连线给记者张昕银来告诉我们 昕银请说 好的 主播画面上可以看到呢 这一辆红色的游览车是整个车身都打痕了 卡在收费站前 原来呢 这一辆游览车是在昨天傍晚的时候 是准备通过国道1号昕银收费站的时候 疑似呢 因为天雨路滑时失控 直接撞上了收费站前的护盾 车上呢 四名乘客受伤 不过幸好呢 送医后是没有打碍的 可以看到呢 整个车尾都已经撞到了护盾 车体呢 也破了一个大洞 根据警方表示呢 这起事故大约是发生在16号晚上大概6点多 这辆呢 搭载了大概十多名 要到高雄来参加活动的慈激基金会成员呢 是准备要回到台北 没有想到呢 是在行进古道1号 昕银收费站的前面的时候 是准备啊 来通过ETC车道的时候 疑似呢 因为天雨路滑就突然失控了 而由于受到事故影响呢 整个新银收费站还暂时封闭了 一个小时的北上小型车道 这造成了交通的大回度 不过呢 是找来了大型吊车 赶紧的把游览车吊起 才终于的将事故排除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掌握的详细消息 将镜头交还给黄内主播 而谢谢新银的现场连线在画面中看到 就是在台南的这个新银收费站前 发生了这个车祸的状况